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一个抓用神的一个状况 很多人在抓用神的一个情况 他会有点摸不着头绪 抓用神 我先跟各位讲 其实你假如不是跟我学的 这一集你可以几乎跳过不看 为什么 因为跟你所学的派别 几乎完完全全不一样 所以说你假如根本就不会批民的话 你不用再看了 你不用再看了 因为你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们就来看 我们一般抓用神 然后我们第一个日主受克 这个是我们第一要救的 再来是第一支 这个是最重要 然后再来是这一个 各位学生你都知道说 我一般日主受克的时候 我只会给他两种用神而已 那就是硬跟比 这是天干的部分 地支就不一样 地支他用的方法就很多 抓用神的方法有四大类 那时候你再自己去看 为什么这两个我会列为是最重要的 因为日主受克的时候 人通常会非常非常的怪异 会跟平常的时候不太一样 所以在这时候 我不管他其他的财运官运好不好 我先把他的人先救起来 因为为什么 要是人死了 什么都没有了 人死亡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真的 人死亡了 你还要跟他讲什么 都已经到棺材里了 你再讲太多他也听不到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个 各位 通常都会是我们第一用神 这两个通常都会是我的第一 我要注重的点 也就是说天干日主受克 地支没有 我就不会管 我就不会管地支的情况 我不会管地支的情况 我只会单单只管这个日主 假如天干的部分 没有日主受克 可是地支有 我也一样只管地支的日主 天干的我暂时不管 所以说这个是取用神前两大步骤 两大步骤 假如天干跟地支同时受伤 各位 那你就知道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 这两个要件 他会被我视为第一种抓用神 最重要最重要 我不会在意客人 他说他的财运不好什么 那个不关我的事 我先把人先把他安全第一 各位要清楚一点 我们不是被客人牵着走 客人 就像病人一样 病人跟医生讲 我头好痛 病人知道病因吗 那病人是不知道病因的 他医生你头痛 我帮你看看 你这一个是因为心脏引起的 你奇怪 心脏跟头 可是客人他会觉得 你就把我把头痛医好就好了 就是头怎么跟心有关 为什么 因为客人不知道他的问题 他只知道他头痛 他头很痛这样子 就很像来问我们的客人 老师我就是财运不好 我就是要把我的财运用好 那问题 他财运不好的原因是在哪里 他不知道 所以说不是根据客人的要求 各位 我们不是根据客人的要求 去帮他做判断 你假如是这样在走的话 你这个命理师非常非常不合格 非常非常的不合格 也就是说客人的病症 你完全不知道 就很像医生 医生说你头痛 好好我帮你医头 给他头痛药 问题 痛是头头 病是在心脏 你给他头痛药有用吗 他还不是一样高样在头痛 所以说各位什么叫抓用神 要根据问题 根据问题的源头 你要根据问题的源头 你不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你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命理师真的很糟糕 我先跟各位讲话 假如你是我学生 你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你真的很糟糕 所以说你要知道 病的地方 也就是说展现出来的地方 不一定是他的病源 各位你要清楚 有些人离婚 女孩子离婚 你说他的官运不好吗 那你就补他的官嘛 可是实际上他是日主受克 很多这种现象 所以说那时候不是根据他的婚姻 去在那边大论而论 而是要根据他真正的病源在哪里 所以说这一点 各位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不要洒布隆东的 洒布隆东的 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到 你的客人都会被你医死 都会被你医死 所以说第一个 最重要的点 这两个是日主受克 日主受克 不管是天罡或地支 他都是我视为第一要项 我视为第一要项 因为他是最严重的 所以说当他是最严重的 我就会根据这个 其他的我就不理他了 就很像客人跟他讲说 我头好痛 可是根据你检查以后 是他心脏有问题 你会管他头痛吗 不会 你会先把他的心脏医好 头痛自然就好了 所以说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批八字跟看病是一样的 批八字跟看病是一样的 好 所以说当这一点你处理完了 好 假设他的八字没有这一个状况 假设他的八字 并不是日主受克 就是单纯的其他的破而已 破财破印 破比肩 破十三 那个破财 这样子而已 这时候 我们第一个会用的就是通 假设他是基础的人生五破 第一个通关 第一个是通关 例如甲木去刻到戊土 我们就会用火让他过去 这个是我最常用的 也就说第一个最严重的现象 我们假如他不是处于这种现象 我们就按照其他的情况一个一个去看 第一个就是通关 木刻土 假如说他出现了怎样 用火帮他通 用火帮他通 所以说通关是我认为最好的 通关我认为是最好的 第二个叫反克 甲木刻悟土 他出现的病症是在悟土 反克 所以说在古学术里面 他说以煞富财 你有没有听过以煞富财这一本 其实以煞富财就是反克的现象 笔节去克财 我用煞 把笔节干掉 可是你要用以煞富财先决条件是要有笔节 假如没有笔节 变成日主受克 会变成日主受克 所以说 这个就是反克的现象 我们比较喜欢的是通关 因为各位也知道 五行一受伤代表那一部分会出问题 所以说我不喜欢用反克的情况 我不喜欢用反克的情况 我喜欢最多五行去复活的情况 这两个哪一个力量比较大 这是最好的 但是力量大的是这一个 力量大的是反克 力量大的是反克 所以说在批命的顺序是合生克 批命的顺序是合生克 但是力量的大小是合克生 合克生 力量的大小是合克生 所以说克的力量反而还比生大 有的时候我会用反克的也是什么 例如这个人发烧 这一种比较急速的情况的时候 当八字批出来 他是什么受伤 我们要赶快急速的 让他这个烧先退 就用反克的 我一般是这一种紧急的状况 我才会用反克的 要是一般 每年来找我的批命的 我大部分都是通的部分 让他通过去 第三种是最笨的 但是他也是很有效 加旺 甲木克戊土 我把戊土加旺可不可以 当然行 对不对 把他的土加了旺 那这是什么 我都会被你打 我把我自己吃的装一点 被打一样会痛 但是有没有那么痛 不会了 所以说加旺 他也是我常用的 常用的 各位都知道 我只要有日主受克 我都会叫人怎样吃胖一点 就是这一个 就是加旺 1对1 戊土受伤 我把戊土加到2 1对2 戊土还是会受伤 最起码还剩有1 对不对 所以说我一般常用的是 第一个 反客我很少用 紧急事件 加旺我也会采用 我也会采用 再来第4种 何走加害人 甲木克戊土 甲木克戊土 我把他合走可以吧 打不到了嘛 第5种 何走被害人 甲木克戊土 5 何走可以吧 就不会受伤了嘛 所以说总共取用神会有这5种方法 这5种方法 这5种方法 这5种方法来讲的话 最没用的就是后面所看到的这两个 4跟5是最没有用的 4跟5 他就只有等时间而已 所以说 假设 你批出来 你批出来 真的前3种都没办法用的时候 你只能够给他4跟5的时候 代表这个人非常非常没有运势 非常没有运势 这个只能够等时间 所以说他效用非常非常低 不是没有效用 有 时间 那个就只有单纯时间的力量而已 单纯时间的力量 所以说我们就来看 123其实是比较有力量的 123是比较有力量的 可是有的时候 你有可能取出来你的用神会互相冲突的 水火金木 对不对 会互相冲突的 这一种情况的话 我们要先知道 当然天干跟地支 共通的五行是最好的 共通的五行是最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没办法遇到这一种情况 也很难 我们在取的时候 我们在给人家的五行 我先跟各位讲 最多只能够两个 三个以上 你给人家的五行最多就是两个 三个以上就无效 为什么无效 力量分散了 力量分散了 我都常讲 用神占你生活的六到七成 祭神就四成到三成 用就是叫你多用一点 祭就是少用的意思 不是不用 很多人以为祭是不用 不是喔 祭是少用而已 你假如给他三个 六到七成 我问你 他两个 他剩两个其他的祭神 是不是也都是二到三成 你这样子的力量有比较强吗 没有 没有 我假如给他两个 假设都是三成三成 那是不是剩下四成是由剩下了三个五行去平分 那这顶多一个都一点多而已 一到两成 他绝对不会比两个五行都是三成的 要来的力量大 所以说你假如用三个以上 我跟你说你这个用神几乎没有效了 你就不用再想说他要怎么变好 他会跟你讲说 我还是一样 还是这个鸟样 还是这一个鸟样 所以说各位 这个就是在取用神里面 各位你们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这个注意的地方 所以说我很少 你不会看到我给人家三个用神以上 我只会说时间上有几个对他有利而已 可是那个是时间 那个不是我的用神 因为时间没有人可以去左右他 这时候该发生事就真的会发生事了 我的客人也是 他来找我 他已经连续四年来找我批 我就说你在今年的时候 丁酉年今年三到七月财运不好 他说对真的就很不好 那时候出了一些死财运就很不好 他整年度财运很好 可是就是三到七月这段时间财运不好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就算你给我那么多的用神 我都去做 可是在该发生的时候还是会发生 我说对本来就是这样 我本来就没办法操控时间 我只是让你在发生事情的时候 能够降低损失 不要往最不好的方向去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已经达到用神的一个效用了 其他好运随便你用 时间的力量绝对大于这一些 你给他的五行的力量 绝对 这个五行的力量只是在加减这一个好运或者是坏运的力量而已 他不会因为你用了以后 人家讲的大势化五 不可能的是大势化小 该发生还是要发生 当然你希望好运能够再加分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拿来改命用的 我们是在改他的运程 改他的运势 所以说各位要清楚 我们的用神不是拿来批命用的 所以说你的用神抓错你批错命 那个是你们的东西不是我的东西 我是都已经批完了 我才在这边抓用神 希望能够在衰运的时候 不要那么差好运的时候 多加点分数 所以说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你假如不是跟我学同样的体系的八字的话 这一集你几乎是完全看不懂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说为什么在开头就讲说 你假如派别跟我完全不一样 你要先抓用神在批命的 这一集你可以不用看了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抓用神的一个概念 我们抓用神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来讲的话 他是建立在命提完了 我该怎么去改善他的阴静的 这一个他原本就要发生的运程 但是能够让他好 能够再更好 差的时候不要那么差 这个就是一个主要的抓用神的一个模式 也是很多学生 很多学生会迷惘的一个地方 很多学生会迷惘的一个地方 所以今天就特地做一个视频 跟各位学生讲一下 在抓用神的原则是这样子 你不要看他有五个用神 全部都给他 没有用 没有用 那个是时间给他的力量 就是说他很好运 可是你要针对他最主要的那一个点 再给他加力进去 他才会更好运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分散掉 分散掉基本上就没什么力量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对我的命理知识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我的部落格 我的文章都在部落格里面 同样的这些影片我也散传YouTube给FB 各位可以去反复的观看 你假如在看影片或者是看文章有疑问的 你也可以留言 我看到我就会回复你 甚至就是专门做一个视频 因为你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大家的疑问 但是两大禁忌不要犯 不要直接贴上八字 跟说你的命怎么样 因为批命是要付费的 第二个 你只要是看到批命文章 你不要问我怎么批的 表示你根本就不懂里面的东西 我的学生不可能在文章或者是在影片留言给我 他都知道该去哪里找我 所以说我是不会跟人家讨论如何批八字的 各位就别白费心机了 再加上观念不一样 只会扰乱你原本的观念 会让你的八字观念更混乱而已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次留言再见 拜拜